那没剩几天就要迎接农历新年了 除了迪化商圈的年货大捐 还有今年首次加入战场的世贸年货展 不过呢在一些传统市场 人际和买气依旧是抢抢棍 像台北的南门市场就是人挤人 业绩更是比往年好到超过五成 要参考一下哦 赶快买药买药快哦 江麦生此起比若比谁比较大生 也比谁更能吸引顾客 随着农历新年越来越近 南门市场的人潮也跟着踊跃起来 用力敲敲一块块松软的发糕 蒸汽更是不断冒出 业者加派人手准备应付过年前的采买潮 顾客更是将摊位挤得随些不同 就是我们过年期间 大概会增加二十到三十人左右的公赌生 业绩是平常的多少 大概平常的五倍左右 他下面那个是四十 忙着拆桑捕货 一刻不得闲 几家南门市场内的知名摊商 已经敲响年前第一波号角升 业绩人流都比往年多了超过五成 像是这家摊商就在打门处 迎头就明显感受到这波热络的年钱买气 一晚上更急更多更热闹 比平常多了多少 差不多两倍以上 一期今年的话会超过去年的五成 到最后下礼拜就人越来越多 就早一点准备 忙碌的手没停过 今年过年比较早 买气也提前报道 南门摊商笑呵呵 比起迪化街或世贸年火展 人气与买气都丝毫不逊色 优电TV陈志杰丽菊萱台北报道